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我是余美人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11點了 問你一個問題 男人可以24小時戴著保險套 可以 因為我看到一個小偷 可以嗎 可以嗎 因為今天我們也有討論到 可以嗎 同事說不是會滑掉嗎 可以嗎 我不知道 我怎麼知道 你會不會叫你老公試試看 我都還沒有空問他這樣子 你說這是幸運還是不幸 很不幸的是家裡找小偷 很幸運的是在門口就發現了 然後趕快報警 我是覺得他還算有良心 你說小偷 對啊 他還帶著不讓你懷孕 你咧 我來是這樣 那個很冒險 為什麼這樣 他搞不好是數據犯案 對啊 隨時穿好 這麼恐怖 隨時穿好 他有像人說話說起來嗎 我不知道 也不像 那是警察 而且警察怎麼會知道他有 眼尖發現 有多尖才知道人家內褲裡面 有戴保險套 我覺得 知道他那裡戴的保險套 我真的很佩服這個警察 可以專訪他一下 怎麼樣瞄到的 我覺得如果你要真的有這種功力 你叫James 我趕快走路 可以試一下 走路看看這樣子 走路這是會不一樣嗎 我相信應該會不一樣 不然你怎麼眼睛罵 對啊 這個女生也夠積極 然後真的要勸誠女孩子搬家 而且老娘這女生真的很幸運 我猜她是在四級搬家 她不是說平常就戴著 沒有人會 平常戴著 請問那你尿尿怎麼辦 對齁 就要脫下來 要往再 趕回去 怎麼可能 一天要用幾個 對啊 所以不可能 我猜她是四級方案 碰到這個女主人的時候 就要搶包 所以趕快搬家 這個警察要 希望警政署可以為她 請她開課 就讓大家 怎樣可以眼睛看到 我跟你講我看到這個新聞之後 我今天走在路上 都很奇怪 一直想那個 不是 我一直看 我覺得佩服這個警察 國際巨星Michael Jackson忽然去世 留給世人無盡的驚嘆號 還有更多的問號 什麼性格會帶來戲劇化的命運 站在頂峰的人生 又有多少的身不由己 好 為你介紹今天的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第一位是媒體工作者 陳輝文先生 第二位是我們的知名作家 廖輝 廖老師 還有一位是西洋樂評人 鄭敏敏先生 OK 還有一位是藝人 比利姐 歡迎四位特別來賓來到我們的現場 悲劇的巨星 我想要從這張 這張 OK 五歲出道 五歲出道 五十歲 再見 那麼這個是 KING OF POP 對不對 這個流行樂之王 可是原來這個名稱不是貓王的嗎 貓王是搖滾樂之王 對 OK 所以他的這個不知道有沒有可能後有來者 不過大概十年之內是沒有人可以贏過他的紀錄 對 其實有人說他等於是二十世紀一個文化的象徵 就是說他把這種音樂應該是次文化 那其實他已經把它變成是一種超越主流的東西 就變成是一種時尚的一種指標 比利姐兩次他來台灣的演唱會 你都有去對不對 我在93年的時候跟一大票的朋友 然後我們專程買了幾千塊一張票 然後就大家聚在一起 在那個體育館的外面 先去吃那個福樂冰淇淋 一堆人 然後在那邊興奮聊天 然後再慢慢進場 你知道那個是前面我們自己就已經先嗨起來了 然後進去從頭唱到尾跳到尾 因為太壯觀 在那個年代根本你看不到演唱會 會是這樣子 可是我在96年的時候非常榮幸 就是我跟我兒子 我們跟他一起在台上唱We are the world 你知道那個對我來講 你是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因為我根本 他請台灣的歌手一起跟他 沒有沒有 是他要找很多小朋友跟他一起上去唱 從幾百個小朋友裡面挑選 那我兒子很小很可愛 他們就挑中了他 那因為小孩太小才三四歲 所以媽媽就要帶著小朋友上台 所以我很榮幸 我是莫名其妙的上去的 你有近距離看過嗎 我就站在他旁邊 然後我有一邊是麻痺的 我沒有辦法 我就看著他發呆 然後我朋友在底下一直尖叫 然後我一直這樣 呆了 呆了 因為那個磁場 你可以感受到那個 SUPER的那個磁場 那個磁場 那個磁場是感動 我你沒有感覺 你知道嗎 我當時就是呆了 真的 而且這個也concert 因為我幾乎所有藝人來台灣 那時候我都去看 可是這一場concert是有史以來 太震撼了 光是後台 從音響 燈光 工作人員 那磁場是太多了 而且是幾千公噸 你都架在後面 你知道最誇張的是 他們連廚師都自己帶來 後台就是整個buffet這樣子 兩大長桌 御用的廚師 手筆 規模 馬上就是攤在那邊buffet 然後每一個人 你根本見不到他 我們是有一個人 他打扮成Michael Jackson 然後來跟我們Rehearsal排練 那你一上去的時候 是拿著一個號碼牌 你看那個專業到不行 比你其實看起來比較像 Michael Jackson 對 迷 迷 我非常迷 真的 我今天這樣打扮 就是特別為了他 他也像 有像 有出過 你給他來分析他怎麼死 對 你真的你會瘋掉 就是說你能夠站在那邊 你知道你沒有排練 你上去你要站在哪裡 都不知道 你是拿了一個號碼牌 然後一個舞者 他前面跟台上跳完 他一進來他看到你的號碼 他馬上知道站在你旁邊 然後是舞群幫我們帶上去 直接站在哪個位置 那你兒子也真的唱嗎 就唱烏鴉的味 對啊 他比較喜歡小孩 對 他非常喜歡小孩 對 那你近距離看到他的臉 是白的還黑的 欸 那個已經不重要了 重要是你看到一個巨星 你不相信他就站在你前面 因為對我來講 他是個神 真的 對 所以其實大家聽到 Jackson的死訊 大家都很震驚 惠文 你今天來分析他的死因 畢竟是巨星 你會不會懷疑 對 我倒會懷疑 其實我們的震撼還沒有結束 就是因為我們大家今天一看到Ronda 陳惠文 對 Billy也這樣 Billy姐也這樣子問 對啊 這不是說彈拍Call Jackson嗎 發生什麼事情 對 你有聽過他的 你有喜歡他的音樂嗎 從小聽到大 剛剛沒有Billy姐那麼專業 說會去聽演唱會什麼的 他有的歌是Black and White Black and White 對 黑和白 對 其他的 因為都太流行了 所以從小聽到大 然後聽到那個 就是外電傳他那個消息 真的一驚 欸 麥克風怎麼死的 所以因為這種巨星 我們一定會懷疑 所以去看外電很多報導 很奇怪 會員 你會聽流行音樂喔 不要這樣啦 所以說每天處理扁案 可是 閒暇之餘 對吧 不過最近這幾年 我跟你講最近那幾年 可能這個鄭大哥指教 這件事情沒什麼作品 比較不好 坦白講 他上一次有專輯是2001年 8年前 8年前 I believe I can fly 就是他那個時候 就是Invincible那一張 算是他差不多接近10張錄音室作品裡面 就是銷售最不好的 所以他那個時候就是跟唱片公司 就是也想要提前解約這樣子 然後後來他也不斷的找很多製作人在 Even一直到兩年前 還一直不斷的在準備要出 好幾年來沒有出的作品 對 所以我相信他過世之後 應該有蠻多 應該足以出一張專輯的量 就是那樣子 他有一百多首歌沒有發表 真的蠻多的 而且他在過去這8年來 大概唱片公司都一直不斷的 在壓榨他 就是一直不斷的出精選機 那因為那個 搖錢術 對 唱片公司在1991年的時候 跟Michael續約的天價 是超過1億多 美金 就是說他那個是大概 應該也沒有人會破這個紀錄 然後就是說 那個唱片公司是擁有 就是說他們愛怎麼樣就怎麼樣 就是說 可是他們就是比較抗拒 發行這個Michael Jackson的新作品 對 所以就彼此有點心結 那後來他就是比較 把重心放在巡迴演唱會 對 這次的巡迴演唱會 本來說30場對不對 沒有 本來最早是 他跟那個經濟公司 AEG這個公司是 去年簽約是說要50場 然後是從7月中 要唱到明年3月 那本來是50場是從英國一直 等於是也有 我看那個行程 本來也有包括亞洲 那就是說他其實英國的部分 光是那個時場的場次 就說有謠傳就是有上千萬的收入 那其實這個就是也有人就會說 上千萬英鎊 沒有 那個 對 是英鎊 因為你在英國嘛 對 英鎊 他票賣出78萬張 對 而且是在一個小時之內 就是英國所有的場次在 就是說網站開始賣 這樣啟動之後不到一個小時 10場的那個好幾十萬的座位 全部賣光 賣光 而且其實他也從差不多去 就是去年簽訂這個合約之後 就是說他也一直不斷的 有開始在做體能訓練 各種就是說演唱會要做的事情 尤其是最近這兩個月也比較密集 很耗體力嗎 很耗 非常耗體力 非常耗體力 因為那個全部都是跳 對 因為其實大家要看的 就是不是他的歌聲 而且就是跳舞 肢體動作 都很多很多的那種高難度的動作 其實他的舞蹈 就是說大家覺得那個月光漫步 那個舞 其實他那個是在美國有申請專利 就是說任何舞蹈學院 或是什麼要去跳那個舞 都他也可以從中獲利 對 那其實 因為那個舞就是有很多科學家 就表示說 那個舞其實有一點是 違反那個人體工學 其實那個要突然往前傾 然後用腳後跟這樣 蹬起來那個力量其實 真的嗎 沒有 那個不是人 那個揮文會跳 那個真的 那個不是說因為你可以跳成這樣 不是 那個根本就是底下有一個東西 他有一個 我們不知道是什麼 可能是吸鐵或什麼 沒有沒有 你只是這樣子 可是他那個腳瞬間要蹬起來的 那個其實也滿耗力的 所以其實我也有點擔心 以他現在的體力 你需要一些輔助 對 因為他等於是有一點是 傾斜四速度 而且他傾斜的過程 還有一點是慢慢的 因為他要讓你感受那個 慢慢移動的那種感覺 但是後來那個專利有申請 就是說在舞台上有一根 他的鞋子有一根釘子釘住 鞋跟的地方釘住 所以鞋跟釘住 所以你往前傾 不會倒 對 所以他所有的舞群 在那個鞋子上 也是有一根釘子撐住的 所以那個是專利 對 可是好像腳有在上當 沒有 那個是五步 可是他講的是那個傾斜 四十五步 往前傾的 所以他一定要就定會釘住 對 所以他要練得非常非常的完美 完美才有可能表現成那樣 比你像那個你比較有經驗 就是一場演唱會下來 會虛脫嗎 會 像他們這麼大型的演唱會 你知道之前的幾個月 像MADANA 每一個藝人 他們做這種表演 他們幾個月前就開始跑步 跑步 因為你有那個氣才會 你在台上 你知道那舞台那麼大 尤其他們的舞台 比如四面的 三面的 你要跑 你看一般人 你這樣跑一圈大安森林公園 然後你還要邊唱 邊跳 那你一場下來兩個半鐘頭 你知道那個體力要耗損多大 所以前幾個月你就要開始 吃 高蛋白 跑步 練身體 練舞 還有練氣 所以真的是高難度 那如果是這樣他怎麼會促死 你知道嗎 就是 演唱會你剛剛講的 你看五十場 我剛剛算只有八個月 八個月五十場的意思 就是一個月大概六七場 六七場的意思就是 不到一個禮拜就一場 對 那很辛苦 很好體力 而且有可能是一個禮拜 搞不好還有兩場 然後他可能就說 隔一個禮拜再休息這樣 而且你還要坐飛機 從這個地方到那個地方 然後再排練 那他不是有皮膚癌嗎 對 那有癌症的人有辦法這樣嗎 因為其實他有很多症狀 是在90年代中後期才發生 對 就是你已經五十場嘛 票賣光了嘛 對 啊 你也不可能去完成嘛 因為你有皮膚癌啊 你有什麼啊 啊票就賣一賣 反正錢也進來了 沒有沒有沒有 退票 蛤 你決定退票 決定退票 因為那個AEG 不是 我現在講的不是 不只是錢的問題 我知道 就是那種 事先的那種感覺 壓力啊 什麼分子踏來 你根本不可能去完成 好啊 整個月 可是我還滿佩服他六月初 可以在英國倫敦 就是舉行那個 正式要起跑的 那個演唱會的記者會 對 就是我想說 I love you 對 他還說 他的開場牌都是 I love you 就是說他還能在演唱 就是說宣布那個記者會的 那個過程 其實還滿順利的 而且其實那一天 可能大家還是滿相信說 他應該 就是說或許場次會減少 可是應該不至於全面取消 這個是他這個宣傳照 為了這次的演唱會的一個宣傳照 所以其實看起來還是還滿燦爛的 對不對 看得出來還行 他51公斤了嗎 178公斤 每人這樣的照片看起來是生龍火虎 對 感受不出來他會猝死 對 可是因為其實他有很多 可能就是 其實他從90年代以後 都有開始 就是服用比較多的那種止痛劑 就是說因為他需要體能上或是 就是說有很多藥物 就是說我上網路看 其實光是那個止痛藥的藥物 就有十幾種 你難保就是說那十幾種 不會在一天之內 就是說不同的 過量 對 就是會注射的時候過量 所以其實他這樣子已經 等於是靠那個藥物這樣子在 等於是說在維持他的那種 體能最佳狀態的那種 感覺已經至少有10年左右的時間 好 我們稍待一下 先休息 請問一下 搞不好是什麼陰謀 我說陰謀 好 廖師 你今天 他還會來弄小小 我也是他的歌迷 拜託 而且我們是 而且我的兒子女兒都聽他的歌 我沒說什麼 我們是要幹水 要自清啊 對吧 我來解一張 剛第一段廖師來嗎 有 有 我有介紹 你有介紹 你可以感受一下 看著Michael Jackson那裡 我是覺得其實不震驚 但是會覺得好 Michael Jackson不震驚 死掉不震驚 不會讓我們很震驚 不會讓我們震驚 但因為我覺得像這樣子 上天給他這麼大的一個 才華跟福分的人 就是他的成名這種 這種沒有人可以得到 很少人可以得到 其實很少能夠終老的 我一直覺得 貓王 老天其實是很公平的 還有那個女生什麼 販導愛 瑪莉蓮夢露 我怎麼會拜託瑪莉 瑪莉蓮夢露 不是巨星嗎 剛剛你再講 慢一點我也是瑪莉 瑪莉蓮夢露 其實你講完 你說華人的眼睛 只有你會想到販導愛 我剛才講的是流行 真的 只有他想到販導愛 我插一句話 剛剛廖老師說 Michael死他不會震驚 可是販導愛死 我是真的震驚 其實我都震驚 你也震驚 販導愛 太震驚 但是我們會覺得說 怎麼這麼可惜 然後其實會覺得 萬習多於那個震驚 因為其實這種人 你看他一直以來 用藥那麼過量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樣的死 好像是一個 最終其實是一種宿命的 必須要這樣的死 你第一張是他死前兩週 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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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前兩天的宣傳 他們說過去他穿的褲子 都是緊身褲 但這一次穿的是比較寬鬆的 為什麼呢 要掩飾他 他這個178公分 只有剩51公斤的體重 51公斤很瘦 太瘦了 他說那個什麼 那個就形同枯木 對 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他的 目前知道的這個初步的一個 身體的外觀的一個描述 就是他死的時候 禿頭 說頭上頭髮只剩一點點了 那這個是假髮 假髮 假髮 然後呢 所以是戴假髮 鼻量已經沒有了 鼻翼的右側整個塌陷了 然後還有 心臟有四處注射 腎上腺素的針孔 可能是搶救的時候 還是怎麼樣 然後呢 背部有擦傷 顯示曾經摔倒 因為練舞很有可能 有可能 再來肋骨 因為CPR 上四肌 上四肌 刺到上四肌 因為也51公斤 沒有那個肉 可以 有什麼 這有肉 沒有緩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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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 好可憐喔 應該是CPR 斷掉了 急救的過程 大腿有針孔 OK 所以已經打到針孔 打到大腿去 表示這一齡 再來膝蓋小腿都黑漆 然後呢 臉是整形的疤痕 皮膚癌的手術疤痕 所以他真的是有 他很多人想說 怎麼有什麼方法 可以把漂白成這樣 把黑人都變白人 那個一定大賣 對不對 可是這個藥膏 一直都沒有出來 那就表示說 其實他的白人 那有病 跟病有關係 再來手臂都是針孔痕跡 胃裡面是沒有食物的 反而是溶解的藥丸 溶解到一半 可能嘛 厭食這一塊 對 他有厭食 他有厭食症 他厭食症滿久的 八痕顯示 他全身至少整形13次 全身喔 是不長的臉喔 他不只是鼻子跟臉而已 全身都做 那全身還有哪裡整形呢 可是我不懂全身要做什麼東西 對啊 可是他大部分是做臉部 臉部是最多 那再來他的臀部有針孔的痕跡 這樣子 那所以呢 過世之後 卻骨瘦如柴全身都是傷 體無完膚 都是傷 好心痛喔這樣子 其實 其實怎麼樣 他形容他的頭髮是 頭髮只比桃子的毛多一點 桃子的毛很細很少 對 很細很細 所以我是給大家想像 他不是說完全禿頭 他是有一點細毛 可是已經變成這樣 可是大家看到的 大家看到的這個頭髮是這樣 這個是假髮 這全部都是假的 都劈上去的 髮片或是假髮 這樣 大概是這樣 可是你看那個pose一擺出來 就是star 當然那個眼神 那個架勢 完全跟一般的star不一樣 他真的是super 真的 那他死後留下七大問號 那我們就請教專跑社會新聞 刑案現場的陳輝文 來跟我們一一分析一下 沒有 不敢不敢不敢 昏倒後 遲了50分鐘才打電話求救 對 因為其實他那一天就是 據說那一天早上10點多11點的時候 他又用藥 然後用藥就說 那時候就忽然有人就是發現他快12點的時候 好像就是忽然有昏炫的狀況 然後那時候一時之間就是那個莫瑞醫生就是在 剛好是他是最靠近他的 然後就是說他們那時候有有點 就是說他那時候好像就是 呼吸跟心跳其中有一項是沒有的 然後他們就有點慌亂 就是變成說趕快施行CPR 然後在趕快忙去通知那個大門口的警衛 然後叫他們趕快播那個 119 對 而且119據傳也是在三分多鐘就到了 然後就是說到了過程之後 他們再送到醫院就在下午2點半之前 他們還至少施行了1個小時的CPR 對 可是他到院就已經宣布死亡了 你不是有跑洛杉磯分局嗎 洛杉磯警察局 真的咧 沒有 因為剛剛證明講說 他這個這一定是現場有初步的急救 應該是有醫生嘛 是的醫生 對 那個末日醫生他後來有搬 就是在案發之前已經搬去 跟Michael一起住嘛 所以他有當場先急救過 所以打電話叫救護車來的時候 已經是不行了 沒有辦法救了才找救護車來送醫院 所以雖然Michael的哥哥有出來講說 送了醫院還救了一個多小時 不過那個都已經是近人事的 你這個就是DOA嘛 就是到院前就已經死亡了 你呼吸心跳有一個沒有了 所以這個當然會有陰謀就是說 他是自殺還是他殺 還是所謂的意外死亡 目前初步的 因為他已經解剖了 那當然那個 結果還沒出來 對 因為他做切片一些什麼 藥物反應那天可能要幾個禮拜 六個禮拜之後才會出爐 不過目前看起來是 以意外死亡結案的可能性比較高 好 以外可能都 可是 他是誰幫他打止痛藥的 應該是莫瑞吧 對 應該是莫瑞 莫瑞現在是莫瑞要請律師囉 莫瑞已經有律師了 找律師幹嘛 不是啊 莫瑞要請律師幫他辯護 他有之前最大的責任 對 因為他現在就是說 大家都一直在追那個 當天就是停在 Michael那個家的外面 有另外一台莫瑞自己的車 然後那一台車就是說 在媒體來到之前 就已經離開了 那一台車的藥物 現在就是在徹查 50分鐘是不是還包括 要把什麼東西都弄清楚 對 就是說他可能有很多狀況 不想讓人家知道 然後就是說那個醫生他可能也需要自保 所以就是說有很多突發的狀況 就是說他忽然 就是說那一台車就是大家就忽然發 就是在他身亡之後變成是一個 查案的那個重點 壓力大 然後吃憂鬱 抗憂鬱的藥物 邏輯上我認為是有問題的 什麼叫邏輯有問題呢 因為Billy姐這個有經驗 我說一場演唱會就會讓你近乎虛脫 真的 對不對 對啊 台上台下要承擔那個 他有50場 對啊 正常人50場都有困難 我講實在話 他別忘了他有什麼 他有皮膚癌 因為我有去探過病 就是一般 就是我朋友有人 這個親戚有人得到癌症 我嚇一跳 我以為你去探他的病 Michael Jackson 我剛剛這樣一跳 你知道癌症的病人你仔細去看 你不能探太久 為什麼 因為他一下子就喊累了 他沒有體力 或者是出院以後 我也曾經去人家這個家裡面看過 一下子以後他就喊累了 我的意思是說他皮膚癌 他一天要打三次止痛藥 別忘了 OK 有癌症的人沒有那個體力 更何況他只有51公斤 他還要上台 對 他要上台 而且他要撐50場 七 六 七 八個月 我想說奇怪 怎麼會痛 破案 我覺得他其實應該自己到後來已經知道 或者之前就已經知道 沒有辦法這樣子 老實講 一個人像我們這個年紀 有時候會覺得 沒一天說會嘟嘟 都嘟 都沒什麼痛 不是胃痛就頭痛 就這個痛那個痛 所以你會很討厭自己的身體 然後第二個你會對他完全沒有信心 你不曉得說到底怎麼樣子對不對 那麼我如果說太激動的話 會不會怎麼樣子 或我怎樣子 那麼疲倦你看 我記得上個禮拜我去高雄演講 我從來沒有那麼累過 其實就是講一場演講而已 而且是坐著講 我以前演講都站著講 那天是坐在那個講 在高鐵上一個半鐘頭 覺得自己就要休克去 回家的時候是整個 好像狗一樣這樣進去的 然後我女兒問我說 他們體重很管理 這不是跟你說話 我體重 我幾十年來都一樣 不要講到體力 體重 不是 可是一兩個月前還OK 就那一場就 也沒有特別怎麼樣 昨天那天也是都是好好的 很累 就整個垮掉了 就很絕對 所以你會覺得說 其實我覺得Michael 對於自己是不是能夠 上演50場 就去演唱50場 我認為他自己 那是一個壓力 不可能的 而且那個壓力之大 你知道嗎 你知道後來會覺得說 我是不是很累 然後會有點 腦筋不是很集中 或怎麼樣等等 其實那是心理 可是我覺得 因為很多人要分他的錢 希望他 他不能被這些人架上去 答案在這裡 來 唸一下助理 Michael說 如果不唱的話 他們會殺了我 你也假的 誰要殺了他 債太多 我認為其實很多 我告訴你 怨童案他花多少錢打官司 對 所以我覺得 還有他維持那個大的場面 對 那個其實真的是有一些債務 還有一些合約的問題 還有靠著他吃飯了多少錢 然後他自己講 死前一週盼 我死了最好 我受夠了 這個有一個意義就是說 我們再也看不到他精采的演出 另外一個 就是說 另外一個角度就是說 我們也看不到他不精采的演出了 不精采 不精采 對啊 也不如這樣說五十場 撞不住嘛 撞不住 他如果是演出不精采 以他那種完美的個性 絕對不可能 他自己都會說 美人姐 我告訴你 我們不要講五十場演唱會 叫你七個月八個月 叫你去做五十場的演講 你試試看 我從來 我絕對不會 對不對 不是演唱會是演講而已 我來講 說他有遺產 比公載太多 最近版本他有遺產 四百多億 來 我們先休息 進口之後 不同版本 要有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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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我想問一下這個輝文 這邊有一題就是說 會第二次驗屍結果 為什麼要驗兩次 第一次是出驗 第一次是解剖嘛 你第二次驗屍就那種切片 比對 不知道你剛剛講那個藥物 餵物 對 毒藥物那些比對 那個要長一點的時間 在我們台灣也是一樣 他沒有辦法立刻就做出來 這個結果我要講一下 就是剛剛前面 各位前輩提到那些什麼巨星有沒有 我們講了很多年 什麼馬力年夢夢夢那些巨星 你有沒有發現 有一共同點就是 到最後真正的死因是什麼 都縱縮紛運 對 大家講說 其實馬力年夢最後是說 被那個政治人物殺 謀殺掉 暗殺幾 很多傳言 所以你說Michael這個 最後結果是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念像 這樣又不是說桃子的皮 那個皮 然後他的毛多一點點那個 那個是八卦暴血的 英國的八卦暴血 太陽暴 對 也不是那個 其實我告訴你 現在有另外一種說法 Michael沒有死 我希望 對 很多越迷都這麼那個 怕我 氣過一狗 就像現在很多美國人 還是認為貓王沒有死 真的 他們就要把他冰凍 他覺得他是外星人 所以這個是炸死對不對 炸死 現在假的 心情上不能接受而已 我覺得不太可能 應該說這個這麼多 而且你看他當天他在解剖的時候 你在美國 你用直升機載 再去解剖 很慎重 因為畢竟是巨星 所以你說炸死的可能性不高 我剛剛前面講這個 這個是今天最新的說 他有遺產 我剛剛算是說 這是台幣的 已經換了台幣 446億 他說他現在要去 可能可以分得到了 他媽媽 他沒有給爸爸 沒有給爸爸 他三個小朋友 小朋友都還小 最大還十幾 十二歲而已 這麼小 去分四百個月 剛剛美燕姐講說 債太多沒有啊 有錢啊 沒有 有些人 那個死了的時候 比活著有價值 那麼我覺得Michael在今天這個 他已經不是如日中天的時候 他死後其實應該 比他活著瘦 還有價值 你有聽到嗎 中啊 你要尊重 我覺得 剛剛美燕你有講 他五歲就開始表演 對 那五歲的小孩 老實說八歲 可是表演得那麼好 對不對 那一定要打的 那一定是打出來的 對 我請教一下朋友 這個明明 就是他的這個遺產並沒有 遺囑並沒有要給 爸爸 爸爸跟他是什麼關係 就是說因為他小時候就是說 其實他知道他有歌唱天分 然後其實他也很愛跳舞 可是他當他發現就是說 他的興趣變成是 他可能未來要做的一個職業 然後就是說 他常常看到同年齡的小朋友 就是鄰居 他們都可以 去玩 對 然後 可是他下課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去錄音室 然後要去練唱 然後可能回家還要做功課 可是他隔天去上課 然後回來又要繼續去錄音室唱歌 然後就是說後來他組成Jackson 5的時候 他也才不過10歲左右 然後就是說他要跟兄弟這樣子排舞 然後還要 因為那時候忽然就很紅 就一瞬間很紅 然後就有冠軍曲 他大概12歲的時候就有排行冠軍曲 而且在70年代那時候 就是說要有那樣的成就很不容易 而且是對一群小孩子來見 可不可以這樣講 就造就這個巨星 其實跟他爸爸的嚴格要求有話 對…因為他常常說 可是他最後一次就接受訪問的時候 其實大家還是都會問這件事 可是他之後他都回答得比較和緩 就是說他知道說 他有一陣子是真的蠻恨他爸爸 就是因為就是說打 或是就要求完美 可是他就是說這樣子有一點就是說 間接也造成就是說他日後會 凡事都要變得很完美的這種性格 然後就說造就說 他有很多不美好的回憶 可是他會用另外一種情緒去覆蓋 那樣子的情緒 不然以他那麼小的年紀 去承受那麼大的壓力 而且他爸爸就是說 就說你要當歌星 就是要這麼嚴厲的訓練 對 所以他的童年或者他長大 其實是不快樂的 對…其實你可以發現 跟他爸爸有關 對 他長大要做一些小朋友 才會做像那種Level Lane 那些莊園之類的東西 其實他有一點是要 算是彌補他小時候沒有過過的童年 對 我會這樣子看待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很多沒有童年的人 其實到後來人生的後半輩子 其實都會回來吹討那個童年 其實會有很大的缺憾 想要就是說想要去過那個童年 那我覺得… 你看那個童年就是這樣 後來他自己花了錢蓋這個 這個叫做Level Lane Level Lane 跟Disney Lane一樣 就是那個Peter Pan Peter Pan帶三個小孩有沒有 Windy的那些 給大家看一下 他的裡面的… 都是小朋友沒有玩的 Level Lane裡面有這個小火車 對 對 他一個人坐 再來是裡面啊 就像那個Disney樂園這樣 你看看自己一個摩天輪 多麼的孤單 所以他經常要邀請很多的小孩 我晚上自己坐 再來 莊園是這麼大 這個是Level Lane 成童話 成堡欸 我那個什麼 最近看那個美國公開賽 高爾夫球 其中有一個世界名將叫做David Duvar 這個David Duvar 他曾經以前 曾經打過很好 後來呢 有一次他說 他出來開記者會說 他恨他爸爸 痛恨他爸爸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他爸爸是感弟 他打球嘛 爸爸就會 他會背著球袋 然後在旁邊告訴他說 你這個球應該怎麼打 然後你這個球應該怎麼推 結果他為什麼老闆 婉嫁當場在球場上吵架 這樣子 他說我之所以今天會打這麼爛 都是因為你 他跟老闆這樣說 對 因為他覺得他打球不是自己打 他是完全遵照爸爸的意識打 可是你知道那個 跟爸爸常常會吵架 最後你知道那世界名將 都會打六字頭的六十幾桿 你知道他打幾桿 他打八十桿 這樣他從此自暴自棄 後來他爸爸說 你不要再當我感弟了 現在慢慢又爬起來 你看那老闆的那個什麼 嚴格要求影響了多大 那爸爸還有當他的感弟 沒有了啦 開玩笑兩個有沒有玩家 不過Michael Jackson 小時候我不知道 你們大家有沒有看過 他的那些袋子 太棒了 一個小孩子可以表演成這樣子 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像這種 對不起小孩 這種有才華的人 不可能二十歲才發光的啦 你從小就看得出來 他是有那個潛能的 可是有時候剛剛講到父母的問題 其實有時候家長不知道怎麼講 有時候家長其實是自己想要 小孩達到他那樣 譬如說我媽媽以前小時候 他又 他就說你如果沒有考上第一志願 你就不要念了 會敢這樣 我想他是在恐嚇我啦 可是他又叫我做一大堆家事 做到那個分天黑地的 我就會有時候會說 我要考試 你要有考第一志願 沒有的話你就不讓我讀 然後你又叫我做一大堆 他說你才做兩件事 家事是一大堆事 可是他說把它算成一件事 然後你讀書跟做家事 你知道日本那個 那個陸軍上將還是海軍上將 奶木大將 好像是陸軍上將 奶木西點 奶木大將 他說他一次做三件事 我說哪三件 他說第一個是背著他弟弟 第二個是上山砍柴 第三個是帶著一本書看 他把這個算成三件事 那我做了一百件家事只算一件 你那時候真的會很恨他 就是說你會覺得 你的童年完全被剝卻了 其實我童年 我沒有童年 所以你說跳格子 玩橡皮衣巾 我全部都不會 半家家酒那些都沒有 不可能啊 對 有時候你會說 不可能啊 他就把你那個 所以你幾乎沒有 你沒有 我不知道這樣算不算沒有童年 其實也沒跟人玩過啊 那廖老師你剛剛講你那個理論 你就會回來蓋一個Neverland 我不會啊 你會追尋你的童年啊 那個我哪有錢啊 我知道 我的錢今天就不坐在這裡啊 你不會弄一個小人果嗎 我今天就不會坐在這裡啊 我覺得所以你告訴他為什麼會那麼 人家說他現在負債 你看那個是一個 花多少錢啊 多麼大的企業才蓋得起來的 他一個人把他蓋起來 那你現在也回去追尋你的童年嗎 沒有 沒有辦法追尋 你就格子啊 結果我反而是一種 就是說我的心性是變成就是說 我媽媽非常嚴厲 我變成非常柔軟跟非常溫暖 我對人就變成這樣子 所以剛好就是一個緩作用這樣子 你知道我們沒有辦法想像 就是說一個好萊塢的明星 他們 我跟你講 麥克強森當然他是像這麼大的 可是幾乎所有你知道的 好萊塢的明星很紅的 每一個的家都是這樣子耶 很可怕 每一個有錢的程度 你沒有辦法想像 因為他是一旦是賺全世界的錢 他的copyrate 他不是說像我們藝人在台上 他只賣台灣一個地方這麼小對不對 你在美國他是賣全世界 你一旦賣了全世界 你沒有辦法想像 他們出門是非常難的 而且什麼都可以收錢 對 而且你看他出個門 他不是說只有助理經紀人 不是 他要帶多少人 從醫生 按摩師 演唱會 他要養一次是養多少人 對啊 那明明這樣的話 他錢怎麼會不夠用呢 怎麼會負債呢 對 因為其實他就是大家都會說 他可能有一些 大家不知道的投資 其實是有很多合約的糾紛 然後就是說造成很多負債 而且有可能就是說 他恢復的性格 其實可能大家比較少報導 會比較 因為大家都常常就是報導 他整形或怎樣 可是其實那個整形 也花了他好幾千萬 就是說其實也是一個 很可怕的開銷 而且是長期這樣下來 就是說可是其實事實上 他對錢有概念嗎 我覺得有 我覺得應該有 要不然怎麼可能會蓋這個 對 可是他 如果有的話怎麼會破產 對 那個後來就是變成 他用來抵押戶債的一個標的 就是那個Label Land 他就是一直很抗拒 不想要拿來當抵押物 就是因為他很不捨 就是他整個童年好像就是 對 就是整個童年就是在他眼前 他不希望 他寧願拿別的東西去抵押 所以這也是後來我覺得 他可能會去年答應這個 巡迴演唱會另外一個原因之一 這場50場下來是多少錢 就是很多 很可怕 而且光是那個10場就已經是 我看報紙是寫說100億台幣 娛樂公司那個AEG他也要抽 所以其實也有很多 他有其他產品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100億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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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一路怎麼會別人 其實你現在把一個 這個真正的這個黑衣人 跟Michael Jackson 他也是黑衣人 可是你如果兩張照片 把它放在一起 你會發現其實一個是白衣人 Michael Jackson就沒有被嚇嚇了 廖師 什麼樣的心理啊 他會想把自己漂成白的啊 不是講說他是有皮膚癌嗎 如果撇開這個不論的話 我覺得會不會讓他覺得 白人是高人一等的 你看他又娶貓王的女兒 又娶那個富士也是白人 然後他生了那三個小孩對不對 看起來是戒精的嘛 所以也不是他的孩子 所以他是對於他黑人的生活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自卑我覺得 他不想當黑人 我在想是這樣 有人說他也不想當自己 應該一半一半吧 我自己的才華應該自己是要的 我聽過我的小孩的那些同學 很小的時候 有兩個幼稚園的小朋友在講說 很好笑 他們就說 你不知道Michael Jackson是白人喔 你好笨喔 小朋友根本不會相信他 真的假的啦 可是那個樣子也不是完全像白人 小孩看到他已經是白的了嘛 一般的小朋友 他紅很久這樣 只有我們這種年紀的人 才會看到他以前是黑人 對 可是我覺得真正的小孩 他對 我覺得那個 那都是長大之後的觀念 就是小孩子對黑人白人 其實他們都是玩在一起的 對 都沒有這種 對 不會生 反而是因為社會的那種 家庭的觀念 家長會講嗎或怎樣嗎 我記得我們去年吧 在美國 因為我女兒去上那個 Swing school游泳學校 哇 第二個禮拜 就整個皮膚黑到發亮 你知道那個學校的防曬乳 你有沒有看過防曬乳 是這麼大罐的 就直接按了 因為 因為加州的陽光太 那個 指外已經很強 已經交代我們家長都要塗 然後每個進去都一定要塗這樣 那第二個禮拜我女兒跟我說 媽媽 我下禮拜會不會頭髮開始變卷 我說為什麼 他以為黑人是曬出來的 這個好像 他已經 他說我已經快要變黑 我皮膚已經開始變黑了 媽媽我下禮拜頭髮會不會開始變卷 他真的以為 會喔 會喔 因為陳維文就是這樣 我已經曬出來了 然後他在那邊也是黑人的好朋友 黑人女孩的好朋友 他小孩真的沒有這個觀念 這是大人世界 可是你想想看在美國 Michael出生的年代 那個時候其實還是 種族還沒有那麼 所以他才會唱那個Black and White 對 我覺得他的內心 可能是非常沒有自信的 為什麼 因為他要把皮膚漂成白色 他好像是鼻子不斷的整形 他要把他整挺是不是 整肩挺吧 整肩挺 我覺得Michael什麼都棒 就是對整形沒有概念 他應該來台灣 過去韓國 你看他 你上次來你沒跟他講 你看他花了幾千萬 怎麼可能整成這樣子 很可惜耶 你知道他少年的時候 多可愛多帥啊 你們看過 他是英俊的 他Off the Wall那一張 是我最愛放的音樂 我曾經做過DJ嘛 那我每一次 我一定會放他這一張 那個時候是他最帥的時候 對 所以聽說他的鼻子 到最後已經塌掉了是不是 對 就是鼻樑的那個 整個構造都已經扭曲了 其實是滿可怕的 那他這樣子 這樣怎麼出來演唱 開演唱會啊 對 因為鼻子是塌的耶 對 所以化妝修飾可以修飾那麼好嗎 皮膚矮耶 對 就是說其實那個時候 就是有滿多問號 就是說最主要 其實大家最擔心的 其實是他外表 就是說體能 你可能還可以用一些儀器 或是什麼機器 對 去輔助 去打針或是怎樣 對 可是那個外貌 而且我相信他是一個 蠻care自己外貌的人 那就是說會造成說 不是蠻care 我是覺得非常非常care 對 就是他會有一種 很複雜的情緒 對 而且就是說 他這樣子就會變成說 很多很多的 本來就有很多的心理壓力 在變成他90年代之後 就是說比較沒有像以前這樣子的 那種唱片銷售量的問題 就很多問題再加上他的 他這次會總曝光 對 就是會身體的那種 而且你知道在90年代之後 而且光後來媒體的這種文化 就是說會變成說 變成說他無處躲藏 可是很多事都會在 就連環的一直不斷的爆發 就是每爆發一個 就是一個壓力 然後就是說造成 所以就是說 我是比較傾向說 他那個演唱會應該 就是說他應該是會唱 可是我真的覺得 他應該會care一半以上 就是說 因為我相信他一定受不了 取消 對 就是說他可能已經 就是說可能英國已經都賣很好了 然後結果可能還唱 可是他可能會 中間會care掉 搞不好有兩三個月 就是不要唱 他當然 他的人生過程一定有一個 很強大的因應 所以他有一個彼得潘症候群 對 對不對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其實那個不是醫學 就是那個其實是一個流行用語 就是他們 美國好像80年代 有一個專門幫流行音樂巨星 看病的一個醫生 然後他就覺得說 就是說他們常常會幻想一些 就是小孩子成長的過程 所遺失的這種過程的那一種 會一直不斷的懷念想要 可是又得不到 可是長大之後 會一直不斷的想要 回到那個狀態 就叫做彼得潘症候群 所以你看他的小時候那個表演 你覺得是五歲的人 小孩可以表現得出來的嗎 因為我們帶過五歲的小孩 怎麼可能 在家練得好好的 然後出去公開 一上台 我就不願意講了 後來只好說 那你就負責演老鷹就好了 變成我講故事 本來是他要表演的 變成我講故事 然後我說 然後就變成我說 那他就負責講老鷹 我說這時候 有一隻受傷的老鷹 然後他就 後來這個老鷹 原來那天是為了來報恩的 報恩的老鷹 他就 他就只負責這樣子 其實他本來應該自己獨立完成的事情 所以我就覺得 我很佩服那種五歲可以登台 我都覺得不是一般的小孩 而且你要記那麼多歌詞 對 而且他可以 而且還要跟哥哥什麼這樣 互動 對不對 可以啦 一定講出來 可是我覺得 我告訴你 比利姐可以 表演一次兩次可以 這樣五歲的小孩每天這樣子做 不這樣 我覺得很難 當然會有壓力 你知道阿阿阿那種的比較正常 五歲 你說你兒子嘛 我說你Max這樣很正常 你像Michael這樣怎麼有正常 五歲就這樣一隻跳這樣一隻 可是我跟你講他真的有才華 他有才華 他真的有才華 他是絕對 可是帶來的事情 可是會 我講講 這個剛剛鄭大哥講 他說現在 因為他以前他妹妹 說他妹妹 妹妹跟媽媽 他妹妹公布嘛 現在說他老爸本部嘛 對 他老爸本部的時候 剛剛你前面不是講 那個David R那個事情嗎 戴墨鏡那個 很有名的人 你怎麼知道 我也有研究你要轉型 威武很厲害 好佩服你 他爸爸 他自從沒有吃到魚翅之後 他就知道自己該轉型了 要退場了 沒有 連魚翅都沒有親 所以你真的不死華西街內行而已 沒有 他爸爸如果不是敢弟 賭話有可能答這麼好嗎 有可能嗎 真的 可能有差別 可是你看 可是他混他老爸 像Michael Jackson 對 Michael他老爸那時候沒有變 讓他有才華大家都可以 不是出的這個天場 對啊 所以我故意說 Max這樣是平衡的 啊啊啊啊 這樣五歲 本來去啊啊就好了 對啊 我真正在挑 不是每個小朋友都這樣 對 如果他 如果Max他五歲的時候 就有辦法像你這樣子說 主持晚會 對啦還什麼什麼這樣 你都要懷惱我 你都懷惱我 真的 就完蛋了 不是一定完蛋了 父母反而會 他以後就不會財產分給我 絕對不會分給你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邊是幸運 那邊就是不幸 對 比方說你給他這樣的才華跟天分 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其實是 他要喜情 那個叫應該可以講說是 某一個部分他其實是個很白癡 生活白癡喔 對不對 舉例好了 他說他的錢是放在哪裡 他的錢按照他的這個 家裡面的保母講的說 他的錢是用那個黑色的垃圾袋 現金放在裡面 放在裡面 放在哪裡 放在地毯下 你家地毯如果有一個瓶子 我們現在在攝影棚會比較默 你有沒有看過 地毯你下面濃濃的東西 你一定會被發現 你怎麼有可能垃圾袋去裝 一個那麼多錢 對 所以有時候他對理財概念是什麼 完全的白癡啊 可是你知道他為什麼要這樣嗎 按照那個保母的說法 是Michael一死 他媽媽就到Michael的家 然後打電話給他 你知道他錢放哪裡嗎 就是他才講說 是用垃圾袋裝在地毯底下 他怕他媽媽拿吧 對 可是垃圾袋把錢藏在地毯底下 你不會看到嗎 靈靈到地毯底下 如果他沒有讓他媽媽來的話 他就看到了 其實有時候很多 你不讓他媽媽來 你放哪裡都OK 可是你 如果把它全部鋪平呢 對 他應該是在地毯下挖洞 對 如果這樣有可能 或者地毯下挖洞 對 應該是這樣子 其實你知道有個藝人就是說 他其實做很多副業 他現在已經就是說沒有在台灣 那麼他副業賺的錢 在收錢的時候結帳的時候 他媽媽就來把帳 把那個賺的錢全部拿走 我聽過 我聽過藝人 我以前主持迷人三溫暖 訪問過很多的藝人 然後我告訴你 真的有很多 你真的有很多可愛的家人 一直要幫你分攤你的財產 這樣才可愛喔 我只能這樣解釋 我跟他說 有放在哪裡 我聽過一個放在兩棟櫃 拿去兵 對 拿去兵 還有一個放在哪裡 還有一個放在天花板的 有那個旁邊有那個圓有沒有 放在 特地做一個溝 藏在裡面的 還有一個女藝人 是藏在榻榻米的 對 那樣子 對 然後他每次只要手裡有一點點錢 他媽媽剛好都投資失敗 對 每次投資都要失敗的 對 剛好需要周轉這樣子 對 所以他大概出到十年 他自己其實沒有什麼錢 對 然後還有就是那種 他很早就出來幫忙家計 然後其實家裡已經可以了 媽媽說 哥哥就可能了 沒有家 買一間 買一間 他說媽媽 我賺錢的辛苦 我買家給他 他說 後來你 他說我後來不會唱會怎樣 他說 後來你不會唱 哥哥幫你養 我說 現在就沒辦法幫你養 他還要幫你養 他說 哥哥他們一定會答應 他說我幫你做賬 媽媽幫你分配 媽媽就幫你付賬 靠腰了 老母死去 哥哥就不要錢了 家裡買了 對啊 應該的 應該的 對啊 那就是靠腹了 不好意思 靠腹了 有很多老母 其實也蠻堅持的 美國就有一個藝人 就是跟Dana Rose同樣Label的 就是很紅的 叫媽媽家 他就是 他爸爸跟他要錢 他因為一直長期 他爸爸跟他要錢 他那一次不給他 他爸爸就開槍把他殺了 爸爸殺 對 這是一個很紅很紅的藝人 對 就是在1983年那一陣子 就說忽然他爸就喝酒 然後就發生爭吵 然後就拿槍起來 就把兒子殺了 然後他兒子 其實他兒子也是MOTO那個時候 算是也是很紅很紅的藝人 那錢給他爸爸就好了 就是他 就是他每次有爭吵 對 他發生爭吵 對 而且因為他爸爸又喝醉酒 然後就很多狀況 而且在忽然間就 朝著他頭這樣就開槍 那個時候在美國也是 也是非常大的一個新聞 因為他是Super 我實在說 像這種 不釋出的天才 這種藝人賺這麼多錢 他對理財又沒有概念 很多人旁邊都想要他借 要靠著他發財的太多了 錢最後不一定進入 Michael Jackson的口袋 用怪 用騙的 用口袋 對 來 我們先休息 看他去那間我就想要我騙了 那要穿這一點 那是小的沒的 那是真的 那是真的 那都是 等一下 你想辦法 Michael上一次的演唱會 距離現在大概十年 對不對 差不多 差不多 就十年都沒有唱了 那這十年呢 他也一直都有一個新聞 就是那個戀童的那個新聞 對 那這個事情後來是判無罪 無罪 對不對 可是也讓他元氣大傷 對 就是說他有很多 就是我們剛剛講 那種彼得潘的那種症候群 就造成 他很喜歡跟很多小朋友圍繞在一起 那種感覺 就是說他有一次很驚人的訪問 就是在英國 他好不容易答應 就是說要來澄清這個症狀的那種 看法的一個 算是獨家專訪給英國 然後那個英國的記者就 劈頭就問說 聽說你很喜歡跟小孩子一起睡覺 然後那個就是那個Michael 他還滿正經的 忽然就還 就是很正經的眼神看著他 然後就說 難道你 就是說你在小孩子成長的過程中 沒有陪過你的小孩子睡覺嗎 就是說在你的床上 然後可是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為什麼要用這件事情來 就是說等於說加注在我身上 就變成說我好像是一個很喜歡 跟小孩子睡覺的這種感覺的人 就是說 因為他可是他不否認 他真的是有跟小孩子睡覺 他喜歡那種感覺 他甚至就是說 常常被人家發現就是說 他在飯店或什麼 就是說常常都喜歡貼小朋友的照片 哪怕是那些小朋友可能他都不認識 可是他就很喜歡有那一種 小孩子的那種感覺 氣氛 就是說可能現場沒有小孩子 他也要有那種小孩子的那一種 在那個跟他共處一室的那種感覺 對 那個記者 可是他問出了大部分人 一般人的一樣的感覺 對 如果 我說我也這個小時候 我這個兒子小時候 我常常人家在教 那當然啦 當一起睡覺 然後你會跟他聊天 你會跟他談故事書這樣 OK 但是你如果跟別人的孩子睡覺 對 那就有問題啦 這不然怪怪 對 對 所以這就是我說的 他就有點想要彌補那種童年 跟小朋友相處的感覺 對 而且這個就變成說一個 很長期的陰影 他一直走不出來 對 可是如果是外界的誤解 這對他來講傷害很大 對 外電的報導不是睡覺而已 記者訪問說 聽說你喜歡跟小朋友一起睡覺 可是外電報導說 你是不是有對他們做不雅的事情 對 問題是這樣 剛剛美人姐說那個是 你有沒有跟他胡摸什麼的 對 那你就是性侵害啦 因為小朋友嘛 你對小男生做這個事情 那當然是犯法 可是這個事情跟那個Coby 那個事情有點像 Coby那時候不是NBA那個 Coby Brand 他不是去打球嗎 打球你知道很風流嘛 NBA球員嘛 就一個女的 他就說你強暴我 又說這個Coby是性侵害 到最後結果什麼 好像兩個人是 沒有 你就要想辦法 去做庭外的處理 法庭裡面他告我嘛 你這個可能對我猥褻 或是對我上下棄手什麼 事實上我要叫日書 叫人家跟你講 看不見他和解 所以最後你變成說 你被害人家更改你的共識 說那天是你請我怨的啦 那天他喝醉我也喝醉了什麼的 你知道翻共嘛 就你被害人知道去翻共說 這個這個 那Coby就沒事了 Coby那鍋就沒事了 那錢還是私下要給 對 你錢輸得要來處理 我不曉得Michael那個狀況 我想庭外去疏通的可能性比較大 不然你沒辦法解決 可是我想一個 比如說Michael 他其實在兩性關係 在女性關係上是私能的 你看他有取兩刃棄子對不對 可是變成我覺得他 你如何證明他私能 真的 我跟你講如果說真的 有那種關係的話 我覺得那種婚姻不會那麼冷淡 然後一兩年 就第一任妻子大概三年吧 還是不到兩年左右 兩年左右 就離婚了 然後好像 然後他自己你看 他跟第二任妻子有生兩個小孩 還是兩個 根本不是他 他說精子是別人的 對 所以我就覺得他其實在這方面 其實是完全私能 他好像一直沒有 到達一個男人的那種感覺 我是這樣子猜測 所以他其實在整個性心上 是不是有點扭曲了 我覺得跟他小說整個 其實是連帶影響的 他在女性關係上是完全的私能的 我覺得 現在大家都完全的肯定他的才華 跟在藝術音樂的地位 可是對於他的心裡 其實是很好奇的 比方說 他這個有情人家畫油畫 他的油畫是這樣 他的油畫就是 他 Michael 那其他的全部都是小朋友 這樣子 然後就一副非常 祥和的那種感覺 皮特派嗎 是不是皮特派 所以他是喜歡小孩子 對 可是 你從健康的心裡 你會覺得說 哇一個大人帶著好多小孩 這不是一個很美好的畫面嗎 嗯 可是有人就會把他解讀說 你看 他就是喜歡小孩子 對啊 所以他剛才說 算你兒子我拿你煩惱了 那個很小很小 所以媽媽要戴上去了 可是他跟孩子的互動 你當時的觀察是什麼 沒有就是 我就覺得很簡單的 就是一起合唱 而且在很多人面前 應該是他其實不會 對啊 沒有 那個是後面 我的意思是說 他的音樂上 詹阿哥說的 我們大家都沒話說 天王嘛 可是我不得不得 因為我算是一個業 比較業餘 沒有那麼死忠的粉絲 你聽他的歌 然後看到他 原來你會跟小男生 黑白來這樣 那個形象大傷 你會聽到他音樂 就會想到那個事情 就會連結起來 因為以前他是沒有那個事情 對 沒有什麼跟小朋友 虎搞蝦搞這樣 就單純說音樂上他是天王 可是你後來出現說 還告官司他一起還不是一個 對 如果說一個小朋友 那他有幾個 後來有幾個這樣 我不要怕 有 拜託你 這有時候是這樣子 這個當然我們 至少他現在法院判無罪 可是在美國的這種操作 有時候是這樣 一個去告發現庭外有和解金 因為馬上是 我們小孩子要去過他家的 我通通 對 我可以照顧嗎 那比例子 可不可以 我跟他合唱過 你記不記得美國有個樂透獎的得主 他得獎之後 一年之內 打了幾個官司 我們 聽不懂他來給他一個 也給他一個 這樣 他只有律師前半 花了幾百多萬美金這樣 有沒有可能 這是非常有可能的一個事情 當然說這中間的真真假假 那現在人也已經走 對 因為當時是判那樣子 可是我告訴你 這非常諷刺的一點 就是說 還是回到那個童年 你這兩張一定要對照一下 Michael死 財產老爸沒份 OK 這張看見 這張 這張 你有看到他爸笑成這樣嗎 你覺得這張是 他老爸 對啊 他死的同一天 還沒有安排葬禮 他爸爸高興的宣布說 成立新的唱片公司 而且你看他臉上的表情笑成這樣 這感傷的死兒子 真的 他爸肥張有點太誇張 他躲在那個莊園 沒有 可是看他爸爸這個樣的表情 是蠻難過 同一天 同一天 他知道他兒子死了 知道了 他開心的不得了 他開記者會說 他開了一個新公司 新的唱片公司 這個很難過好不好 對啊 所以 先休息一下 這個很難過 這看了很難過 這有變複雜 沒分給他也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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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可能 所以Michael的心理狀態 老實講 我們不能說都歸咎於他爸爸 可是跟他爸爸的關係 老實講 我相信影響很大 你還會只有一個畫面 他把他的兒子 對 拿出來窗外 那個好奇怪 微小那邊 他怎麼會這樣子舉動 超危險的 我們都會覺得很緊張對不對 對 你是媽媽 對 他怎麼 就是說他的舉動是代表了什麼 對 他也不真的要把他摔 他就是 他這樣子做 我覺得他是有一個含意在 那是 你覺得那是什麼含意 我完全不懂 他為什麼會這樣的動作 通常我們會擔心 你如果是失守還是怎樣 對 僵用還是怎樣 不管有沒有失守或者什麼 那個都是不應該的動作 而且他知道都是媒體 大家都在看 所以我不懂他是什麼意思 所以我意思是說全世界對他印象 有很多是很 還是皮特派 皮特派會飛 還是他不懂說那種 其實他並沒有照顧小孩的那種經驗 只是跟他們玩一起玩這樣子而已 他並沒有真正 對 就是某種很誇張的炫耀 然後就是做得太過分 誇張的炫耀 誇張的炫耀 我覺得那個瞬間 你看我生這個兒子 他應該知道 可是他就是真的很想做這件事給媒體看 你如果要誇張你就破了 你兒子頭在窗口方式就可以了 對我 大家也都一直無法了解他那個瞬間 沒有人了解 除了過度炫耀之外 真的不知道怎麼解釋 所以有一種的說法是 他的才華好到那樣子 所以那種怪咖 是不是這樣講 就是他有很多面對那種 像他照顧小孩這種也是算白癡的 他其實只是跟他沒玩 所以這樣弄出去 你明知道那個不對 所有人都會踏法 但是他還是這樣子 對啊 所以你只能這樣解釋 沒有更好的解釋 所以你看 可是你說他炫耀 他的這個小孩 現在三個小孩跟他出去 所有人都要戴面具 對 那你炫耀你何必戴面具呢 不過我是覺得 他是不是也不希望他的小孩 被很多媒體干擾 拍牙什麼東西 我講一個例子 像我們做小咖 小咖 都不行的 坐高鐵 你來冠軍 我們坐在窗邊 臉都像窗戶 希望沒有人認得 幾下五分就有教老師 你是不是能料 我跟你講 你一個多小時 你就要一直陪他講話 講到然後你在到場的時候 你還要講兩個小時 還要簽書 還要幹什麼 接下來就是 現在到達就四五點鐘 你說你不累死才怪 真的 我就很怕 那你每次高雄左營 你開車下去太遠了 只好坐高鐵 高鐵你一個人的位置 就是一定 人家你又不能不理他 不能不理他 而且他非常的誠懇熱情 跟有問必答 不能擺架子 不能擺架子 不能講到睡覺 我會說真的 廖師你比較困難 人家說你揮文 不是 我是白雲 我就說不是 沒有 他說你是不是廖老師 我說不是 我是蔡其他民 他說不是啊 你一定是廖老師 不然他要跟你說話 他說你的生意就是啊 你說要怎麼辦 就是沒辦法 你如果說我是蔡其他民 沒有 揮文人家叫你簽名 你要簽什麼名 簽白雲啊 我簽藍天也可以 那我就白雲啊 沒有 我有時候會有點疲 比較累 我怎麼有 有人照我說 可以請你簽名嗎 我就說 你要簽誰 你要誰 我幫你簽 鄭鳳怡 我也可以幫你簽這樣子 我問一下貝莉姐 就是說 童星的生活 因為他算是童星 對 你有接觸過嗎 童星的生活 有 我在拍戲的時候 看到很多童星 就是你會滿難過的 因為他沒有去上課 看到什麼 他沒有去上課 那天氣很熱 你知道嗎 那小孩子在那邊曬太陽 然後他也沒睡覺 因為他要從早上一直到半夜 然後他也沒去上課 然後後來一個大濃妝 那你叫他哭他就哭 我就覺得說是真的是滿難過 有一個媽媽帶著一個小童星來 其實我不知道他演什麼東西 但是好像演得滿多電視的 結果主持人問他說 那媽媽會不會 結果你會不會在為了什麼 電視節目 或者你表演的事情 會罵你 他說會打 他說什麼哪一場表演的不好 就打他 你知道真的就是前不久的 也不過幾個月前的事情 我是不曉得那個小童星講什麼 因為每次講一講我就忘記 然後我也不記得看過他 可是顯然他已經演過好多年 連續劇的 然後媽媽都跟著去 然後媽媽會自白說 其實他賺的錢 我們都把他存起來 家裡也不需要他這個錢 怎麼不需要他 他全職都在帶著小孩一直走 他自己也沒有做什麼事情 然後那個小孩就說 他媽媽認為他表演不好就打他 會打 而且那個打不是說塞一個 不是就是會打很多就對了 所以可見有小孩子是很 無辜很純真就講出來了 有一個說法就是 所以教老師 也心裡面其實長大以後都是陰影 不是有個外電報導說 Michael要去錄音室的時候 路上 他從車窗外面看到公園有小孩在玩 他好想下去玩 可是他是要去錄音室 這樣子 他就不能夠下去玩 他同星的時候 對 就是他五歲開始出道的時候 所以五歲就變成同星 他當時唱一夜 有五歲唱一夜嗎 八塊 八塊 那剛開始的時候 對啊 八塊 可是還是去唱為什麼 因為小費100 小費100 扣小費嘛 然後那種 那種夜總會什麼 就是給你一個上台的機會 就趕快去爭取 你想想看 他真的是點心的黑人家庭 爸爸16歲結婚 可能17歲 18歲就生他哥哥了 那也是年輕人老爸對不對 大小孩帶小小孩就生 生到Michael Michael好像是第七個 第七個 生到第七個的時候 他爸爸也才30歲而已 後來都扣五歲在吃錢 是啊 對不對 扶著講就好 扶著講 有啦 又安排 接洽一些演出 這樣子 那也剛好是他們的 有這個音樂才華 那跟他爸爸的這個規劃 當然是有關係的 可是他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真的 我看這個媒體寫說 真正如果辦一場演唱會 假定收入是100萬美金 真正進入Michael Jackson的戶頭 只有20萬美金 太少了嘛 怎麼可能 有那麼少 20萬才600多萬 有人家有的跟他抽 有的要 不可能 Michael Jackson不可能20萬美金 剩下呢 剩下呢 剩下有多少人想要讓 有的是必須要抽的 沒有啦 不是演唱會100萬 他去日本出席一個活動 100萬 100萬 結果建築建造 20萬 那不是 一再瓜分 然後只剩20萬 而且這個20萬 還不是Michael自己可以獨得 因為他還加上伸手牌的家人 他的錢就流水般的不斷消失 賺100萬 拿到20萬 你一個好人 人家會覺得說 哇 你就一直賺 你每天賺 我幫你 我幫你照顫薄 沒關係 這顆我幫你照顫薄 那顆大家都這樣想 每一個人都覺得說 你怎麼哭 我怎麼給你不過借個幾萬塊 幾十萬幾百萬而已 你怎麼哭 他沒有想到 很多人都是這樣 可是我覺得以他的身價 不可能20萬美金 出席一個活動 對一個活動 100萬美金 100萬美金 但是他被他抽掉 已經抽掉 對啊 那也不可能抽那麼多 還有啊 他隨行醫生啊 他一天的藥費就一百多萬啊 一百多萬啊 台幣 對啊 住藥就百幾萬啊 而且很簡單啊 你只要有錢 什麼人 什麼的人都請得到 一定有一些醫生不需要幫你租 你不需要租一定有人願意 有人要幫你租 其他的秘衣什麼的 沒有秘衣 也都有牌的 可是那個 像那種Damon的那種藥 都是要醫生處方啊 對啊 有時候在美國你要去藥房買藥 藥房有 一定要有他的那個 一定要有處方線啊 要醫生看過的單子 對 他的心酸其實有時候我們都不知道 對 其實他內心有很孤獨 你變得要死 那錢其實到你手上其實沒有 所以他為什麼不揮霍呢 當然也要揮霍 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喔 那預計9月份呢 唱片公司還是要幫他辦一個紀念演唱會 一定會了 一定會啦 而且據說他的這個 這個說 goodbye的儀式呢 可能會超過貓王 一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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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現在這個網路世代 因為你想想貓王 那時候1977年過世的時候 其實就是那種訊息流通沒這麼快 然後現在就是說 那種是瞬間累積 而且就是說網路那天就是 Michael過世的那個消息一出來 就是瞬間那種所有的流量 是達到網路世代以來的 另一個高峰 一定吸掉嘛 要創紀錄的 對 就是連比那種 就是說 因為有一個有趣的統計 就是說可能比 譬如說像那種什麼禽流感 或是什麼伊朗中東危機的 這些瞬間的那種事件 就所有的國際事件裡面 Michael過世現在變成是 瞬間流量最高的一個紀錄 對 而且就是說在那個早上 就是說整個全世界知道 開始流傳之後 那種什麼Twitter 什麼Facebook什麼 通通都來 然後Google上面的搜尋 大家都是key in他的名字 對 所以我猜Michael 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財產 對 其實真的是 會把錢幫這次帶得不省 他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土地 自己到底真正他的財產 可以去抵押到多少錢 甚至於會計師跟他報告 他也搞不懂 要不然他怎麼會說 這個近年是住在員工的 地下室 地下室裡面 而且他去德國的時候 坐經濟艙 Michael姐 經濟艙 你給我的想像 應該是為了省錢吧 沒有 我相信他是為了要省錢 應該自己有飛機才對 對 他應該是要有飛機 因為美國明星很多人有飛機 我相信他私人飛機應該好幾台 私人飛機好幾台 但是把他擺著 為了省錢做經濟艙 對 你該讓飛機出去 你那個很好遊 他應該把飛機賣掉 我覺得是他 周邊人跟他講 我們現在很窮 所以一定要怎樣這樣 所以你要出來唱 可能就是這樣 很偶一為之的事情 坦白講 以這樣的Superstar 他怎麼 怎麼可能去做 你知道前幾年 有一個很有名很有名 也是一個非常棒的藝人 就Tony Preston 他唱Unbreak My Heart 你知道他這一第一張 那是HIT到再版再版再版 他宣告破產 為什麼 他的錢都沒有多少口袋 經紀人跟會計 全部把他A掉了 你就傻了 他這麼紅的藝人 第一張上面大賣 對 這樣會破產 比你講得很好 真的會 比你講得真好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說Michael 一定不知道自己多少錢 不知道 結果你現在死後以後 他的什麼會計師 就開始跟他親喔 親一親喔 說還剩多少 446億 要死我 446億你會去住在什麼 朋友家的小地下室 然後做經濟艙嗎 那可憐 我跟你講 平衡時一定是很多人說什麼 我們就要破產 對 我們就要破產 會計師搞不好跟他講說 你已經是完全破產 你要趕快付出 對 你聽到的不是真話 可是聰明的人 一定會好好的清理自己的帳 譬如說那個Tiger 他很厲害 聰明 開公司什麼 去幫人家設計球場什麼 他自己都知道自己多少財產 他也是一樣 因為要打球 他都要坐自己輸人家 他哪有去做經濟艙 他做經濟艙 他怎麼打球 你知道他賣客 他有個別墅 他偶爾去一下而已 就是說可能都忘記自己有這個別墅 他在美國一個湖 一個湖的旁邊 你每一次去那個湖旁邊 就有人告訴你說 你知道那個最漂亮的那一棟 那麼高 那屋頂全部是金色的 用那個精神鋪上去的 整個Tiger Woods的別墅 對 對 所以他很會經營 對 就是你要有一點 雖然你是這個天才 可是這個部分 你也要有一點概念 那他要怎麼概念 他好像就沒有長大 就是米特潘 不能靠會計師 也不能靠經濟人 不是 像蹭你就蹭掉你 不能靠經濟人 他的專業是跳舞唱歌 他的專業是什麼 可是在國外經紀人 這個分工是分得很細 對 真的是 真的是多少錢就是多少錢 包含體育的經紀人 所以他們真的到藝人的手上 我覺得有可能 有可能會 100萬只拿到20萬 20萬 他這種Super怎麼可能 對 如果別人要跟你蹭 他其實也在觀察你 你就是因為不懂 他看你就像個小孩 所以你這個部分你是 我心裡管會 你根本不懂 哪個像才華道這樣子 他真的要Focus在這邊 對 他沒有辦法去管其他人 但是他